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是我 刘仲同志在我这儿 你等一下啊 是纪检的刑书记 他说康明生想跟你和林小岚见面 谈交化集团的事 纪律允许吗 有纪检干部在 但是只能谈这件事 行 刑书记啊 刘仲同意见面 那么具体安排你们根据具体要求办法 好 好好好 孟书记 我接着说啊 民生同志呢 想让老书记牵牵大脚 把省里有实力的交化集团引进安和来 好 这既能保住了交化 也能解决了环保问题 不过我呢倒是有一种担心 你说这种有实力的大的交化企业 愿意来安和吗 就现在安和这个现状 那值得一试啊 考虽到康明生跟林晓岚的特殊关系 还是你自己去吧 但是记住 一定要珍惜这次和她见面的机会 上导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如果需要市里拿出什么配套资源的话 你直接向刘市长提出来 对安和问题 对安和问题 常委会已经碰过了 全力支持 放心 你傻呀 谁捅的枯能让谁去补去 那些交化的企业 一个个的都给逼到死路跟前了 这个时候你去 他们一个个都跟疯狗似的 你去了他们不咬你咬谁呀 我看他们谁敢咬 咬咬试试 环境治理是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统一部署 又不是我刘仲一个人的主意 老刘 听我的啊 咱们既然不能左右局势 咱们能不能早早地撤得远远的 那些交化的企业 都是当年你一手扶持起来的 以前人家都把你当菩萨供着 你说你 你何必去当这个黑脸关公 去砸自己的金字招牌呢 听我的 找孟叔去说说去 把这差事给推了 我不愿意最后看得你 你你落得抗民生那样的下场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以为我是谁呀 领导交给的任务说推就推呀 看民生怎么了 我告诉你明天我就跟他见面 他那一摊子我接了 你怎么不识好歹呢 怎么说到不行是吧 你还要明天去找他去 你找他干嘛呀 你就不怕 我怕什么呀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我 你好好开车 我 你怎么会有什么事 你怎么会失去 你做个问题 好 我现在进去 你怎么会有什么事 你给你带来 你带来 你们这些东西 都没带来 你带来 你带来 我把你带来 我去哪里 你带来 我买了 没什么急事 据我所知 你们那个宽报局 这阵子可够忙的 你怎么那么清闲啊 忙还不是 忙我们安和的事啊 我避嫌 不参与 不发表意见 挺好 高 刘书记致联的 要说咱们刘书记啊 真称得上是 高素质 大毒量 观察形势 掌握政策 那是恰到好处啊 再怎么说 当官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这点觉悟还没有啊 就这样 也没躲过别人的算计啊 要不人家现在都说呢 官不聊生 仕途险恶 刘书记轻轻白白 坦坦荡荡 即便有别有用心的人 能把他怎么样啊 凡事还是谨慎一点好 那是 小心使得万年船嘛 你看平常啊 我们宴请县领导 少不了吃喝玩乐 我就从来不叫刘书记 有人请他 我还可以拦着呢 还真的多亏了你们 时时处处的都替他着想 应该的 老在社会上混 这点规矩不懂还行啊 我上次从孙连秋那儿 拿到那些钱 是你的吧 什么钱啊 我写了一张线条 你看看 收好 你看弟妹 你太认真了 那好吧 我呀 也不让你为难 我就先收着 不过 咱们千万别因为这张纸 把感情给输完了啊 跟感情比 这点钱算个屁啊 这话我爱听 要不是想把孩子送出国 我们也不至于这样 那是 过日子嘛 谁没点犯难的事呢 这茶不错 你再尝尝 你这有半个小时的交谈时间啊 开始吧 在这儿的字幕不好受啊 在这儿的字幕不好受啊 不是啊 你的事搞清楚了没有啊 放心吧啊 家里一切都很好啊 老爷的孩子情绪稳定 小岚和文雅也很好啊 小岚和文雅也很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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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老 那我说正事了 嗯 过两天 审划该委要听取安和县 对于 教化集团的专项汇报 我现在这个情况 所以我考虑了一下 我想 请你代表我们安和吧 你让我去啊 不是 老康是这样 这个事呢 莫书记已经找我谈过 他对安和引进 你 教化大企业呢 很关心也很支持 那你说 以我现在这个身份 恐怕不合适吧 当然 县里会有林晓岚同志代表 你的身份 虽然只是 云领庄安和植物小组组长 可是安和教化 是你一手扶植起来的 你说 还有谁比你更了解 有谁比你更有发言权 老刘 对于安和的发展 咱们俩是一根生生的麻疹 谁都跑不了 我可以建议 走 我们没有回来 我的天啊 我去到最后 遇到他了 他怎么样 你就放心吧 神情坚定 目光闪烁 讲话越来越像个大干部 那谭的呢 他说服你了吗 俺俩一见面啊 他是先一二三四五给我布置任务 好像我是他的兵似的 在这件事上 咱们都是安和的兵 小岚 你变了 是吗 哪方面啊 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 你看你讲话吧 越来越像你们俩老爷子了 尤其是这次康眉生出事之后 你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 我什么反应啊 正是因为你没有反应的反应 才让我觉得刮目相看 你看啊 你现在吧 目光更淡定 脑袋更清楚了 总之 不是以前那个耍大小姐脾气的林小岚 我 我 我是不是夸得有点过 没什么 说正事吧 你们商量怎么样了 我们俩吧 偶尔接个电话 小敏 嗯 我知道了 我 马上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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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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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王最后留下什么话都没有 他只说了一句不要整容 他是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是怎么走的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点饭吧 吃不下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可也得吃饭呢 我 我对不起你 是我害死的你 是我害死的你 你胡说什么呀 你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你走得太早了 你说你们家 上又老 下又小 还有你那可怜的媳妇 你这个顶梁珠怎么一走 他们怎么办 别说了 说 福田叔 叔 来了来了啊 叔 笑你那酒 你最喜欢抽的烟 好好好 这瞧瞧 我这还没给你们倒洗呢 不用 叔 我和会儿早就商量好了 咱村的路什么时候修好 我们俩什么时候办事 那现容金咱村路修好了 文姐又带来那么好的项目 咱 咱村现在多洗临门啊 是是都是洗事 来来来坐坐坐 来 叔 现容金咱村这么好 可不能忘了一个人啊 我知道 康书记 是啊 康书记为了咱们操了那么多的心 受了那么大的罪 如今咱们都喜气洋洋的了 他却被王怀水告了黑状 福田叔 咱不能眼巴巴地看康书记 受冤枉啊 是啊 您看 这是我和高林子起草的请愿书 您要是同意的话 也就签个字吧 我是高林子 校长 我一时见不着你 你给我惹事是不是 我没惹事啊 你没惹事 跑出去等我来干什么 这不是 你是不是准备拉着老支书也犯错误 这怎么叫犯错误呢 我们只不过是反映我们自己的想法 就是 是啊 校长 我觉得这里边说的都是心里话 不是 你不知道 他们准备拉村里人拿这个东西到市里边去请愿去 能行吗 不 这村民都是自愿的 再说了 我们就是为了康书记讨个说法 我告诉你 高林子 你们想反映情况 想说去心里话 这都没错 但是突然那么一大爬拉人去了 那算干什么呢 兴致就变了吧 我倒觉得校长这话有道理 那你们去不了我自己去 一边去 嗯 签这儿行吗 行 校长 我说校长 你不让我签你怎么签了 村里有林子这主任签就行了 我代表县里 我告诉你 把村里人捂住啊 我一人去 那我过去了 哎 哎 哎 哥 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喝了多少酒啊这是 来 给哥倒点水酒 哎 我回来了 哎 起来 我把亲妹妹结婚 我拿着喝酒 哎 再给我倒点 喝什么喝呀 行了行了 别喝酒了 来口水喝 我不喝水 我要你喝酒 喝水喝水 我不喝水 给你口水 你不是知道吗 我他妈就是条狗 说什么呢 就是说啥呢 哥 王怀水 王怀水那个王八蛋 连个干净的狗窝都没给我留下 哥 他不是把光明场给你了吗 可是那个王八蛋知道交话干不下去了 他还要问我收钱 我现在留一堆破篮我有个球用啊 这能怨谁啊 还不是你财迷心窍上了人家的套 谁财迷心窍 啊 这年头谁不财迷心窍 康明生不财迷心窍吧 他不照样让王怀水算起吗 你们不知道吗 哥 哥 这事你怎么知道啊 哥 人家王怀水可说了 是康明生主动拿的钱 别放屁 那狗日的话也能先 我告诉你 那钱是我送的 那几天康明生根本就没在家 我第一次去送钱的时候 只有他们老爷子在 他们老爷子没收 还怕我给撵出来了 喔 哈哈 不舒服 咋了 不舒服 没有 有心事 可想跟你说说了 你说嘛 什么事 你说 那 我要是跟你说了 你不许怪我 那得看你跟我说的是什么事 那我还是不说了 你看你看你看 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 算了 我还是跟你说了吧 我知道是谁给康明生送的那箱饮料 谁 王淮水 王淮水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从门径里看见他 这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 我也只是就看见 他搬了一箱饮料 我不能确定 我只是怀疑 不是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看着老康倒霉你高兴啊 看着他被别人整你心里乐开了花是不是 我不是这么想的 是 不否认 我跟老康不合 这大家都知道 我们俩只不过是理念不同而已 做派不同而已啊 我们俩不是敌人 是朋友 是革命同志 你知道不知道啊 你就别数了我了 我就是想让你现在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明天一早去纪监委 如实汇报情况 给老康做一个证 看来这个王怀水 还真打算于死往破了啊 他高估了自己 于死未必往破 根据吴学军提供的时间线索 我们正和银行方面接洽 很快就能确定准确的提款日期 王怀水编造的这一整套谎言 很快就会垮掉 但是要慎重 不能有感情色彩 要尊重事实 我倒觉得可以让安和检察案介入 因为王怀水毕竟是 他们烈眼侦查的对象 行 对了 那个今天刘同仁来了个电话 说上两路完工了 准备搞一个动车仪式 想让咱们过去给他们称称面子 什么叫称面子 当然应该去了 去是受教育 好 那我去从这儿的 等等 你看看吧 这是潘来山送来的 这小子越来越长本事了 赶在请愿书上签字了 这个潘来山啊 装了这么多年糊涂 受了这么多年气 看来他不是明哲保身 他这脾气啊 多一半是康民生给踮起来的 哎 哎 等一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句话你可别觉得我多嘴啊 虽然说我跟你们家金华一见面就掐 但是我可知道在他心里面 就你和儿子没有其他人 为了你们这一大一小的男人 他豁出命连眼睛都不会眨的 你可身在福中别不知福啊 是啊 他说我们家金华这点真是不错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内心深爱着一个男人 他的智商是零 你这什么逻辑啊 你还真信啊 也不知道怎么着 这个金华呀 就是跟可民生不对付 不是怪我也怪我 是我把这种怨气带回的家 这回事你吃吧 民生这边还没消息吧 你不是找他们把情况都反映清楚了吗 这咋既没有回信也不让见人 只要熬到哪天算一战呢 你现在知道着急了 我早就说 让你们跟我一块走 你们谁也不走啊 又说这没用的走 往哪走啊 你爷爷奶奶还有你妈都埋在这了 这儿就是他们老园界的根 你跟乐乐提过要走的事吗 提过呀 她怎么说 您自个儿说念人家不知道 她那么倔强 我跟她说走 她一对话堵着我 不走啊 现在更不走了 她得等她爸 她相信她爸什么事都没有 还教育我呢 教育我说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 但是家里人必须得相信她爸 如果家里人还不相信她爸 那她爸彻底寒心了 你干吗呀 您干吗呀 林生小智的她女儿这么说 她肯定会对出生日来的 不是 不是 聊不聊啊您这个 我不说了我走了啊 喂 刘县长您好 对 咱们那个红枣岭的这个公路啊 完工了 我正在安排通车仪式 通车了 恭喜恭喜 真的很恭喜啊 刘市长专门交代了啊 一定要约请你这个贵宾参加 我就不来了 真的 谢谢 不行不行 你这可不行 你跟我请假没用 这是市领导亲自点的名 请你到现场 你看看 你要不去我完不成任务 这是我也不好交代啊 给个面子 我真的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谢谢啊 麻烦你帮我彻底请个假 就是不来了 谢谢啊 再见 咋的 有事啊 有事就去办去吧 别担心我 我不只是担心您 明生的事没解决 我哪也不去 哎呀 你在红岛领不干得挺好吗 领导也挺重视的 眼儿啊 爸祝福你一句 人家这么重视咱们 咱们可不能让人家说出啥了 说啥呀 说出啥呀 民生受这么大的委屈 咱啥都没说 怕人家说啥呀 赶紧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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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信都不发毛的 潘向长 我们也急呀 可文老师不在 很多细节都定不下来 怎么往下进行 是啊 不然给周院长打个电话 商量商量 那我行 快那只要一上报 指不定会出什么变数 要不然我给文言打个电话 看着他什么态度 对对对 不然我优判 放着它 不管什么人只要遇到这种事情 都很难办 喂 喂 文言 我潘兰山 家里怎么样了 喂 喂 上不周远的 抱吧 好 过来啊 好 坐坐坐 康书记那事是不是 这不是会议内容吧 人到齐了咱开会吧 开会了啊 今天这个会啊 咱们特别约请了刘仲同志参加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啊 是他将和林副县长一起代表咱们县 去向省发盖委汇报 关于引进交化集团的提议啊 来 大家欢迎 建议省里颁布的交化行业准入条件 对比咱们安和的交化现状 所以这次引进交化集团 这个尝试啊显得极为重要 今天把大家着急来 说白了 就是来领任务 这是关键的一账 只能胜不能败 今天啊这个会啊 本来应该是康书记主持 运让行业准入 引进交化集团 这都是康书记在抓 是啊 这账马上要打响了 是吧 我们的指挥员不在了 你们说这账是不大 是 林副县长 老书记那儿一点消息没有吗 同志们 经过纪委的深重调查 现在做出正式的结论 康明生同志是清白的 所有的指控均属诬陷之词 康书记 欢迎欢迎欢迎 刚才还念叨您的 老书记 厉安 过来 就往里面催 我就是个生意人 就知道何气生财 今天安和我待不住了 我可以另找窝下蛋 我有自知之明 没必要去拼命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王怀耍 他对咱们这个圈子里的事 知道的太多了 我怕他经不住吓唬 把什么都给吐露了 老徐啊 万一这样了 该我一个人担着的 我担着 该大伙一对担着的 谁也别当缩头乌龟 我说这话一点不过分吧 老丁啊 你是个明白人 跟你交朋友 我放心 我丁宝贵这人你还不了解 这些年你徐主任都有得好 我都记得心里了 打到卡里去了 不过眼下康民生这一回来 没人能拦得住他 老徐啊 早做打算为妙啊 这两天你们辛苦了 某人比我辛苦 您这还没被免职呢 这有些人就厚着脸皮 代替你去汇报工作 你说他这什么居心啊 行了行了行了 别说我了 好 你那个事调查得怎么样 没留下一班吧 都亏你们家计划 要不是他做证 还真的很难受气 这个王怀水 一心只想把你拖下水 但是心态急了 没想到还是有漏洞 那你这意思 每次干这个事之前 得跟你咨询咨询 那要看对谁了 如果对你的话 我免费提供专家意见 强 强 你强得过他你就强 这个事啊 你等等啊 管这事的人呢 已经放出来了 你跟他说吧 潘莱莎 老潘 我没事 什么 文艳儿 你别着急 从头说 好 我以为你手里捏了个狗屁状 那一个了不起 真把自己打开我了 红皂里那么多的乡亲 远巴巴盼着这个乡 你呢 你因为心里有点怨气 不了条子 让文艳儿那么多的专家 还有干部群众 我都量子呢 你这是要歇谁啊 跟这事啊 干什么呀你 刚回来就输了我 不输了我你难受啊 哈 爸 我回来 吃什么呀 老师 beaches 严正 你不在家这段日子 全家人都替你捏了一把汗呢 吃不下睡不着的 门一样他就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你看看你 这刚回来 你 是不是有美根要说好话呀 一家人哪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 是吧 爸 我记得总想您就跟我说 家里的事小 公家的事大 都是一家人 您觉得我刚才哪句话不该说 听 Getting unquote